布林肯訪問北京美中各自盤算 加拿大高院裁定維持與美國移民送返協議 中國車企拜騰兩關聯公司被申請破產 梅西附近砍球正逢習近平70大壽人氣坊間亂上 中共將推進刺激經濟政策 專家點出真正障礙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18日星期日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 我是魏玲 以下是詳細的新聞內容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已經在18日早上抵達北京 展開為期兩日的訪問 成為拜登政府訪問北京的最高級別官員 很多分析人士認為 雙方之間的互信基礎薄約 對很多議題的分歧極大 同一天 拜登前往費城前表示 他希望今後幾個月 有機會與習近平再度會面 討論中美之間的切實分歧 以及如何在這些領域相處 資深媒體人旁中認為 拜登要與習近平說的內容包括 推進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 包括美國對台灣的原則不變 和最新的俄互局勢 港人權問題等 但是拜登訪問北京能否成行 還有很多的變數 雙方再度會面的機會 應該在11月 APEC 亞太京俠領導人會議上 這次布林肯會不會和習近平見面呢 北京同意讓布林肯 這個時候去北京 有希望得到什麼呢 旁中認為 布林肯和習近平見面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認為 美國的交往政策 是輕官方 更民間 而布林肯不是中共認為的合適人選 北京同意 布林肯仿華 希望得到科技 經貿的訂單 和支持中共調停所謂的 俄烏戰爭和平方案等 美國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康達 與其 布林肯這次會重新白宮 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立場 也會和北京討論烏克蘭的情勢 台灣中山大學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 就在個人網站評論說 對習近平來說 北京需要布林肯仿華 去為國內一切下調的形勢進行大內宣 而拜登就為了美國總統大選 需要向華爾街金主交代 不會對華脫歐 但同時又對脫歐派 宣示自己將比川普更強硬 在13日 當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表示 和中國脫歐派是巨大錯誤 希望之聲TV粵語主持人石頭認為 說明中共對目前大陸的經濟束手無策 想通過外資來振興 耶倫的說法符合了中共的預期 而布林肯這次的出訪 不會有什麼大的讓步 很難有長遠的預期 只能夠處理眼前的事 同時也會為再次能夠舉行敗集會努力 由於明年是大選 拜登政府希望維持現狀 不是很多對中共不滿的選民會離開 而大金主維爾街金融大鱷 也不會捐款 美國問題專家方偉認為 耶倫的說法 完全是不懂現實的錯誤判斷 想廉價為美國生產的國家 可以說數不勝數 中國需要美國 遠遠超過反向的情勢 市政評論人張天亮就認為 在中共的宣傳之下 好像華盛頓急於收復和北京的關係 北京反而很消極 實際上不是這樣 我覺得北京現在已經嚇壞了 他們不想阻擋布林肯訪話 不單是因為布林肯訪話之後 還有後來這個財政部長耶倫 還有氣候特使John Kerry的訪話 北京現在也非常擔心 就是新冠病毒這個事情 一旦真的爆出來 有可能會造成很多國家 很快速地 急速地與中共脫勾 這個時候 中共更加需要布林肯去 其實 美國完全掌握著這個主動權 美國這次對這個布林肯訪話 沒有抱任何期待 16日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在日本會見了日本 韓國和菲律賓的同行 沙利文表示 預計布林肯的中國之行 不會取得突破 美國更關注印度總理莫迪 下星期訪美 美印關係會出現轉型時刻 莫迪將在下星期四抵達華盛頓 拜登已經將深化和印度的關係 作為他壓制中國影響力 不斷擴大的基石 此外 韓國外交部17日在一份聲明中說 布林肯和韓國外長 撲鎮通話 都強烈譴責朝鮮的不斷挑釁 一致認為 美國和韓國和日本 應該繼續敦促中國 就去核問題 在聯合國安理會 發揮一個建設性的作用 在17日 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 維持美加之間的移民協議 安全第三國協議 允許加拿大禁止尋求庇護者 從美國進入加拿大 發生者報導 在2004年生效的安全第三國協議 當中規定 尋求庇護者一旦離開原籍國 必須在抵達的第一個安全國家 提出庇護申請 2020年7月 加拿大一名聯邦法院法官裁定 這份協議無效 理由是 尋求庇護者如果被送回美國 將會面臨惡劣的拘留環境 違反了加拿大權利與自由憲章 在17日 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海西瑞爾的裁決書中表示 即使尋求庇護者面臨被美國遣返的真實 而非憶測的風險 但是加拿大的法律機制 提供了安全法 來防範這類的風險 不過 加拿大最高法院也指示 對於擔心基於自身性別而受到迫害的尋求被援女性 加拿大聯邦法院應該重新檢討相關政策 加拿大公民自由協會文訊之後表示 對許多難民來說 特別是指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等族群 在美國或會被任意拘留或單獨監禁 接著就被遣返 3月開始 移民可以在美加邊界任何一處遭到加拿大遣返 之前經由滿地海南方的羅克森路等 非官方口岸進入加拿大尋求被護者 不適用安全第三國協議 去年 有4萬人移民是經由羅克森路從美國進入加拿大 根據《天眼查》片時 14日拜騰汽車關聯公司南京之行新能源汽車技術開發有限公司 新增一則破產案例 其另一家關聯公司南京之行電動汽車有限公司 亦新增一則破產案例 被申請破產後 拜騰這兩家關聯公司辯稱 困局源於拜騰集團融資失敗 並有希望依靠拜騰集團恢復融資能力實現脫困 但是法院不接受決定受理兩宗破產清算的申請 中國基金報說 這不是拜騰汽車第一次被申請破產清算 在2021年期間 曾經有債權人申請兩公司破產還債 被車下區法院駁回 在2020年至今 該法院立案受理 和代受理的智行新能源執行案件有80多件 金額大約1.5億元 智行電動汽車就涉及超過100宗 金額大約30.5億元 這些案件都因為沒有財產可控執行而終結執行 或者是因為財產存在下癡而執行不到位 拜騰汽車2016年3月創立 他的核心管理團隊曾經在寶馬、特斯拉、谷哥、蘋果等全球最具創新能力的公司擔任過高級職位 被譽為寶馬拉伯之父的不福康 同負責英非尼迪作為業務的大類都是拜騰汽車的創始人 2018年6月11日拜騰宣布完成B輪融資 融資總額是5億美元 主要投資人包括中國一汽車集團啟迪空股 凌德時代、江蘇一帶一路投資基金等 在2020年拜騰首款的車型M-Byte未能預約而至 公司還接連傳出負面的新聞 拖欠員工工資和供應商款項、高管集體降薪、工廠停工、員工放長假甚至被解僱 2021年1月4日拜騰和富士康科技集團 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加速推進拜騰首款的車型M-Byte的量產製造工作 爭取在2022年第一季度向前實現M-Byte量產 但到現在為止拜騰首款的量產車M-Byte仍未見蹤影 根據澳洲廣播公司披露15日梅西在北京公體鏡這場比賽 是由中國紅橋國際投資外行公司的發起人組織的 該公司之前曾經表示自己是一家工程和石油發工公司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 澳洲塔斯馬尼亞州自由黨參議員錢德勒說 該公司曾經公開表明是中共統戰組織的成員 這次活動的時間和統戰部在其中發揮的核心作用 為澳洲國族在不知不覺中帶來被當作宣傳目的的真實風險 中共駐康埔拉大使館的一位發言人就說 他們不知道該投資公司和統戰部有聯繫 也不知道足球比賽被安排在習近平的生日當日舉行 報道還說早在2014年7月19日 習近平訪問布爾諾斯·艾利斯的時候 在阿根廷副總統布多的陪同之下 收到一件印有梅西明治的阿根廷足球隊10號的球衣 有球迷問既然是商業比賽 為什麼不安排在週末 而安排在星期四 因為星期四才是習近平的生日 6月15日地主做大壽請了兩個洋人氣班子來灑一灑 花了770萬美金一些小錢而已 有網友說幫皇帝做壽多花些納稅人的錢不是什麼大事 這些錢不花在這裡也會花在援助塔利班 朝鮮、伊朗、伊斯蘭國、古巴、委內瑞拉、 津巴布韋、非洲免試入學985的留學生身上 還有人說現在這種國際體育類 娛樂活動來中國召開已經很少 自從中國因莫雷事件批鬥封殺火箭隊之後 這種國際體育類娛樂活動就基本沒有來中國搞 這次竟然其他的兩國足球娛樂比賽 能專門在中國開近年罕見 有網友總結了這次梅西去中國宣傳了兩點 1.台灣不是中國的 2.中國的球場保安就是垃圾 中共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 5月主要經濟數據反映出內需疲遠 16日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指示研究一批刺激經濟的政策措施 經濟學家認為 經濟增長復甦的真正障礙是民眾缺乏信心 中共法改委發言人孟偉在16日表示 下一步重點要在6個方面努力 包括儘快制定推出恢復和擴大消費的政策 持續改善消費環境 釋放服務消費潛力 推動能源水利 交通等重大基礎設施 以及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 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等 《華爾街日報》日前報導 中共中央政府正在考慮 發行價值大約人民幣一兆的特別國債 為新的基建項目融資 有關部門還在考慮放鬆規定 鼓勵購買一套以上的住房 路透另外引述參與政策討論的消息人士說 中共中央今年還會推出更多的刺激措施 以支撐放緩的經濟 地方政府或在未來幾個月 加快債券發行 為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 同時當局可能會給予消費者更多的支持 特別是在購買汽車和家電方面 中國國家統計局在15日公布的 5月主要經濟數據中 消費和投資不如市場預期 工業增加值雖然符合預期 但是增速和4月相比下滑了2.1個百分點 市場分析 在基數效應逐漸消退後 大陸5月經濟數據顯示出內需疲遠 多家外資投行隨即下調中國今年經濟增長的預測 降幅由0.4至0.6個百分點不等 美銀認為 內地消費信心仍然未重返疫情之前 儲蓄水平甚至高於疫情 儘管中國目前融資性管不高 企業仍然選擇延後資本開支 因為擔心內需和出口疲弱 以及政策不確定 一些分析人士說 如果信心恢復不了 中國經濟可能會陷入螺旋式的下行 昨天一個說 貨幣政策的進一步放鬆 以及其他刺激措施 都恐怕難以奏效 報告 和我們一起出口 紀念 貨幣